盧海鵬自從2018年做完通波仔手術之後 就甚少現身幕前 更曾一度要撐拐掌走路 但近年為了強身健體 經常和周潤發上山慢跑 逐漸養成習慣的他健康狀況明顯有改善 12月就82歲生日的鵬哥獲大批好友齊集賀秀 賈斯洛相約大姐名林健明 余慕蓮等等為鵬哥慶祝生日 常常見到鵬哥一頭八花 胡蘇亦已變得斑白 但精神相當不錯 紅色背心外套影襯下面色紅潤 亦見到大宅已經添置目差有九呎高聖誕樹 很有聖誕氣氛